女人将刚买的花束丢入海中 就纵身一跃跳海了 在不远处偷窥她的男人健壮 慌忙赶到海边要英雄救美 脱掉外套并扔掉帽子 毅然决然地游到她身边 把她就上岸来 因为担心女人着凉 于是将她带到了自己家中 男人不断呼唤着她 希望她能恢复意识 但女人还是沉沉地昏睡过去 男人把壁炉的火烧起来 让家中变得温暖起来 她一直关注着女人的情况 当昏迷的女人终于醒来时 她穿上了男人给她的睡衣 二人终于开始了第一次对话 女人好像一只迷途的羔羊 完全不知道自己曾经跳了海 男人耐心且温柔地和她说明了一切 并且更加相信女人示中了血 就在男人沉浸在女人的温柔箱中时 她却接到了老同学的电话 老同学正是女人的丈夫 男人向老同学说明了女人的情况后 转过头来环顾四周 女人却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巧合的是 男人的未婚妻刚好来到男人楼下 她目睹了女人从男人家中离开 感到心都凉了半截 不过男人仍然沉迷于女人无法自拔 她也渐渐变得神志不清了 仿佛跟着女人也中了血 男人奉命跟踪神秘女人 委托者却是女人的丈夫 也就是男人的老同学 老同学声称自己的妻子被鬼附身 经常精神恍惚 不知道自己去过了哪里 还总会做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 在送妻子进医院前 老同学希望男人能帮她解开谜团 女人究竟去哪里做了什么 但男人有些犹豫 因为自己恐怕不适合再接任务 想当初男人本身是一名警员 但在执行任务时 她目睹了同事坠落 因此产生了心理阴影 得了恐高症 一旦站在高处俯瞰下面 头脑就会感到炫愈 本来打算不再接任务的她 如果不是老同学的再三恳求 再加上对神秘女人的好奇 她也不会接这个麻烦时 男人答应了老同学后 就开始实行跟踪计划 男人来到了餐厅盯准女人 女人身穿一袭墨绿色的长裙 她金色的头发盘成一个漩涡 雍容华贵的面容显得不可侵犯 男人对这个神秘美艳的女人充满了好奇 开着车继续着日常的尾随 她一路来到了小巷中 随后女人进入了一个后门 里面却别有洞天 男人偷窥着她的一举一动 哪怕只是买花这样普通的事情 接着女人离开了花店 带着花束来到了教堂 在教堂后方的一块墓碑前 女人痴痴地助力着 等到她离去 男人才来到墓碑前 墓碑上赫然写着卡洛塔的名字 她将这个名字记在心中 然后精神恍惚的女人又如同梦游一般 来到了博物馆中坐着 只见她呆呆地望着一幅画像 画像上的女人和她一样雍容华贵 气质高雅 但让男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 女人如同漩涡一般的盘发 刚刚从花店中买到的鲜花 竟然都和画像中的女人一模一样 这种相似的诡异感让男人心痒痒 她非要弄明白怎么回事 于是她叫来了博物馆的负责人 询问那幅画像的由来 不问不知道 一问吓一跳 画像的名字就叫卡洛塔的肖像 这意味着女人在努力模仿一个逝者 女人如此诡异的行为就像中了鞋一般 男人又一路尾随女人来到了一个旅馆 他亲眼见到女人驻足在旅馆二楼的窗前 但是当他询问旅馆前台的老太太时 却被老太太一再否认没有人进来 男人请求老太太告知他女人姓是名水 但女人的名字却不是男人所熟知的马德林 而是卡洛塔 那是从前男人在墓碑上看到过的名字 女人还曾拿着花束去墓碑前祭奠 这让女人的神秘感徒增了几分 困惑不解的男人更加执意要去查房 但诡异的是 当男人来到二楼后 竟然真的没有一个人影 难道男人跟踪出了幻觉 这不禁勾起了男人的探索欲 男人必须要弄明白卡洛塔是何许人也 就问起了长期居住在当地的未婚妻 未婚妻虽然不知道 但她将男人带到了一个书店中 里面有一个熟知当地琐事的长者 借着这个机会 男人向长者打听卡洛塔的身份 果不其然 坊间流传着卡洛塔神秘莫测的绅士 她是一个南方人 在来到舞厅工作后被富豪包养 住进了豪宅 虽然卡洛塔为富豪生了孩子 但富豪还是毫不留情地舍弃了她 卡洛塔甚至连孩子都无法拥有 这样的经历逼疯了她 最后走投无路自尽了 男人听完长者的话 又回想起女人的一举一动 感到细思极恐 女人的丈夫怀疑她是有道理的 女人极有可能是被卡洛塔的鬼魂赴了身 随后男人找到了老同学 告知了她自己调查的结果 但卡洛塔竟然是女人的曾外祖母 而且女人的外祖母 也就是女人被富豪抢走抚养权的女儿 竟然如同被宿命困住了一般 也是一样自尽身亡 这样一来 男人推想到 难道在未来的某一天 女人也会自寻短见 这让男人的心变得不安起来 原本对于女人只是单纯的好奇 如今却多了一份保护欲 在渐渐熟悉的作戏中 男人慢慢对女人着迷起来 如同被卷入了爱情的漩涡之中 在那一回女人跳海后 男人更是对被痛苦缠身的她关爱有加 让男人感到意外的是 女人这天却主动出现在她家门口 并说明了自己跳海醒来后不辞而别的原因 男人一心想要做女人的护花使者 女人也欣然答应下来 于是二人开始了闲逛 但男人却一步步进入了女人的陷阱当中 他被女人带到一片幽静的森林中 女人就开始如同鬼魂附身 胡言乱语起来 男人借机想要问出点什么 但女人痛不欲生的样子 仿佛多说一句话都要了她的命 但是离开了森林的女人情况并没有好转 反而愈发神圣叨叨的 在男人的引导与逼问中 女人渐渐情绪崩溃 眼看女人跑到海边 又要自询短见 男人赶紧抱住了她 她不希望女人重复悲剧的命运 在海浪拍打岸边的时候 他们拥吻在了一起 男人虽然得到了女人的头怀送抱 但是精神也更加紊乱了 她开始对女人唯命是从 将她带到了她想去的村庄 不过女人的症状愈发严重 已经听不进去男人的劝解 执意来到了一座教堂的钟楼前 沿着阶梯飞奔上钟楼 但是男人的恐高症因此被激发了 之前在医生的诊断中 男人的恐高症类似于应激反应 如果在高处再次受到惊吓 说不定就能够恢复 虽然未婚妻帮她做过测试 但男人还是不能克服恐惧 如今登上高高的钟楼 男人的恐高症非但没有减轻 反而加重了 她没有办法克服眼前的血液 只能慢慢上楼 就在这时楼上传来了尖叫声 男人看到女人从钟楼上坠落下去 一命呜呼 之后男人在法庭上见到了老同学 老同学也向她表达了歉意 因为这些纷扰本可以与她无关 却再次诱发了她的恐高症 但男人的心理疾病却无法再恢复 她的脑海中一直盘旋着这些纷扰 琢磨着来龙去脉 住进了精神病院 未婚妻却不计前嫌 一直陪在她身边 直到她康复起来 男人却又在寻觅女人的足迹 来到之前跟踪过她的地方 但缘分就是那么奇妙 她在女人经常光顾的花店前 遇到了一个神似女人的女人 男人不顾体面地敲开了女人的房门 这个穿个墨绿色长裙的女人 画着浓厚且老气的妆容 但女人只认为这是老套的搭讪 甚至有点恼怒地摆明了自己的身份 并不是男人所找的对象 不过男人邀请她共进晚餐 女人也没有拒绝 随后女人开始回忆自己的往事 原来她就是之前的那个女人 但她并非是老同学真正的妻子 而是被找来当替身的演员 从而根据老同学的命令演戏 骗过了男人 至于从钟楼上坠落的尸体 正是老同学事先杀害的妻子 只为了继承妻子的家财万贯 但女人对男人的心意是真的 在被男人追踪和照顾的日子里 她逐渐对这个男人产生了感情 女人原本不能说出真相 但她却抱着孤注一掷的决心 希望告诉男人是时候 男人可以爱上真正的自己 而不是扮演别人的她 就这样 女人来到了男人预定的餐厅中 他们共度晚餐 但是男人却视魂落魄的 仿佛在寻找着故人的影子 甚至在二人火速进展后 男人还期望女人打扮成故人的模样 当她带着女人去买衣服时 女人感到心灰意冷 因为男人想让她穿上女人曾经的衣服 那意味着她在男人眼中 依然是神秘莫测的老同学妻子 但这无异于再向女人表明 男人爱的只是她的幻影 女人感到气急败坏 因为女人只想要做自己 而不是他人的替代品 活在故人的阴影之下 但她经不住男人的甜言蜜语 终于还是答应她装扮起来 不仅染了金发 还换上了熟悉的套装 女人以为这样就能得到男人的爱 还是太天真了 男人发现了她身上的蹊跷 女人戴着的红宝石项链 正是从前博物馆的卡洛塔画像中 画像中的女人戴着的铜款 于是男人猜出了事情的原委 渴望得到一个真相 她将女人带到了钟楼 并强迫女人上楼梯 女人百般推全 最终不得不吐露真相 男人得知后 终于和她不计前嫌的在一起了 就在这关键时刻 钟楼上出现了一个诡异的人影 让女人担惊受怕 她一不留神就惨华了 坠落下钟楼 落得跟老同学的妻子一样的下场 然而看着女人坠楼的男人 却因此治好了自己恐高症 可怜的女人一直没有摆脱男性凝视 活在他人的摆布之中 无法活成自己的模样 却坠入了虚幻的爱情幻影里 女人总是高估了男人的爱 当她彻底失去自己最后的底线 男人也终于看清了真相 不再炫愈 从爱情的谜团中醒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